宋慧桥宋仲基离婚仪式引发各界关注 近日有西新网友发现 宋仲基在发表离婚声明当天 宋慧桥在泰国拍广告 疑似是被通知离婚 6月29号有网友晒出几张粉丝发布的 宋慧桥最新动态截图 照片中显示 6月26号宋慧桥在泰国拍摄广告 而宋仲基是在6月27号发表离婚声明 指出宋慧桥疑似是被通知离婚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